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永远抛弃你 听见动静端了醒酒汤上来的蓝忘机 还没进门就听见了魏无羡说 要永远抛弃他这种话 站在门口愣了一下 然后往后靠着门框 就那么看着魏无羡在床上 把自己一点一点地从头埋到脚 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数数 从一数到十 又从十到数到一 自觉多给了蓝忘机十秒的机会 才猛地把被子掀开 连眼睛都不睁开看一眼 就大声喊道 蓝湛 你完了 你没出现 你没机会了 我要跟你 五 话还没说完 嘴唇猝不及防地被稳住 紧接着 腰上眼楼上来一只有力的胳膊 把他往一个结实的怀里带 魏无羡睁开眼睛 蓝忘机放大的脸 就那么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他眼前 五 蓝 站 魏无羡唇半被蓝忘机咬住瞬息 他瞪大的眼睛盛满疑惑 半晌后反应过来 突然一个翻身 把蓝忘机摁倒在床上 压在身下亲吻 连日以来的思念仿佛都要融在这个纹里讨回来一般 魏无羡亲吻的异常激烈 蓝忘机能感受到魏无羡的热情和思念 他也抬起手来 轻轻抱住了魏无羡的腰 就那么任凭纵容魏无羡在他身上作乱撕咬 蓝站 魏无羡亲够了才停下来 气喘吁吁地望着蓝忘机 你不是在你跟你哥的那个家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我昨晚就来了 蓝忘机一只大手 在魏无羡腰上轻轻抚摸 我要是再不来 岂不是正好给了你机会抛弃 想想魏无羡刚才说的这些话 顺便猜测一下 他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下半句 有可能带了分手二字 蓝忘机就突然心里冒火 猛的一个翻身 把魏无羡反压在身下 灵力的目光望着魏无羡 咬牙道 我要是没出现 你要跟我怎么 嗯 什么跟你怎么 魏无羡眨眨巴眨巴眼睛 双手抵在蓝忘机胸膛上 做防御状态 我什么都没说啊 他这不是气不过 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口嗨吗 谁知道蓝忘机昨晚就回来了 还恰好出现在门口 把他谢恨解气的话 一股脑全都听了进去 那个 魏无羡知道 蓝忘机最讨厌他说不过脑的话 也听不得他说一些过分的 诸如要分开的那种话了 再加上现在这个危险的姿势 要是把蓝湛惹毛了 他今天就不用去公司了 今天公司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等着他去决策呢 于是 魏无羡眼珠子一转 连忙伸手还住蓝忘机脖梗 扬起下巴进了青蓝忘机的唇 笑道 我没要怎么呀 蓝湛 你昨晚就回来了 怎么也不叫醒我 你知道你回去陪你哥的这几天 我有多想你吗 但其实 两人都心知肚明 蓝忘机哪是回去陪他哥啊 分明是吃醋生气了 跟他玩李家出走呢 偏偏蓝忘机还一本正经地问人 有多想 告诉我 我想知道 就很想很想啊 魏无羡做了个夸张的动作 想得心肝都疼了 是吗 蓝忘机道 魏无羡眨眨巴着眼睛按了一声 然后恰何时宜地捧着蓝忘机脸 把蓝忘机的脸压向自己 嘴唇在蓝忘机下巴上轻轻啄了啄 那让我看看 心肝疼坏了没有 蓝忘机说着就低下头去 隔着薄薄薄的睡衣布料 轻轻吻了吻魏无羡心脏的位置 又移到魏无羡胸膛的位置停下 用下巴在魏无羡胸膛上 轻轻蹭了蹭 又伸出舌头 用舌尖在那凸起来的一点上 轻轻舔了舔 舔到魏无羡身体不自觉颤了一下 蓝忘机才使坏地在魏无羡那凸起上咬了一口 低声问道 现在好点了吗 还疼吗